身份字号的长度基本上正确的应该是10个字 所以我如果要判断到底是不是正确 那我可以从文字函数里面找到LEN 你往下找它一定是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会问你说那你给我一个文字 给它OK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结果 就是你算出来总共这个里面有几个字 它会帮你去算OK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返还回来 那你可以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那如果是假设这个是错的 那当然你可以多增加一个逻辑 比如说你这边判断是否正确 比如说yes或no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再插入下个单元会讲的逻辑 逻辑部分我想各位应该也不陌生 那逻辑就是如果这个长度等于什么 等于10的话 那表示它是正确的 所以你也许给它一个给它一个Y吧 反之的话给它一个N OK 那再按确定之后的话 不过你会发现它自动会帮你补上那个前后双引号 因为输出是一个字串的话 字串文字OK 它就会前后加双引号 那按确定之后你可以发现 如果是正确它就会显示Y 反之就会输出no OK 好那其他的话呢 当然还有比较特殊像这个性别 OK 那性别的话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 身份字号的第二码对 它会是1或2吧 OK 那理论上当然不会有其他的数字嘛 1、2 因为前一阵在内政部有在讨论说 是不是要修改 就是身份字号不要有1或2啦 不是 因为性别可能是不是将来会增加一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反正它可能要修改 因为就性别 到底是不是一定要区分男女啦 不过这个 在还没改之前 就1或2 因为有很多人主要路上你真的分不清楚 有时候先生 认一下 你叫他小姐好像不对 不知道他称呼他什么 有时候他男生 留长头发一回头 原来是个男生 因为他留长头发 那当然这性别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抓第二个字 再来判断性别的话 那一样嘛 可以用什么 插入函数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切回到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用密的函数 OK 所以特别注意 你在使用那个函数 基本上你要慢慢习惯那种 一个 一个feel啦 那个feel就是 就是 他会问你问题 你给他答案 你给他他要的 他会给你最后的结果 OK你要慢慢去习惯这样 有点问答式的 你给他的东西 在这边就叫引数 引数或者叫参数 他给你的就是那个结果 return 返还 所以函数 基本上会有返还的东西 返还给你什么 那比如说我今天需要 把这边 这个文字里面 切出来 那个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所以你用mid 其实你用laps跟right 其实都不行 因为他不是在前面 也不是在后面 他在中间 所以那个mid 其实就是middle 中间的意思 OK 那中间的话 他会有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我分别回答 tester 给他文字 star 后面是number 意思就是说 从第几个字 从第二个字 第三个问题是 number chars是字元 意思其实中文翻译就叫 你要抓几个字 就是几个字的意思 OK 那几个字 一个字 OK 所以基本上 得到的就是这样子 一 OK 有没有 所以特别重要 你就是 这个是你要切的 他从第二个字 帮你切一个字 所以第二个字 有没有 这个第二个字 帮你切一个字 切一个字 帮你放到这边来 不过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1 跟那个上面的1 有没有 感觉不太一样 看起来一样 可是实际上 上面的1是数字 下面的1是文字 那文字跟数字 在esl里面 它是当成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它特别重要 如果你把它判断 逻辑的时候 给它等于 它不会等 它不相等 OK 所以这个礼方 先跟各位讲一下 1按确定 好 切出来 不过性别 我们不是要1或2 我们要是男或女 OK 所以其实一般的习惯是 反正 如果复杂的公式 可以分好几个阶段来做 没有人要你一次做完 所以其实后面 我们有很复杂的公式 但是可能会分成 好几个步骤 分别完成 先抓第一步 所以你要有一个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所以第二个步骤的话 我通常会把这个MID 把它选起来减下 减的时候 不会减到等号 那为什么要减下来 因为我还要在做逻辑判断 所以这个时候再切到什么 逻辑一副 把刚刚的公式贴上 OK 所以如果逻辑之后还要再有 你可以减下再贴 减下再贴 所以后面的公式其实很复杂 但是绝对不是一次做完的 OK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那个 人家做完的话 你看到很恐怖啊 为什么 因为太长了 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都不是一次做完的 都一定是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一个步骤 最后再把它拼凑在一起的 OK 所以你们要有观念 这个什么呢 如果等于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等于一嘛 我习惯 假设啦 这个时候如果你输入一 那很抱歉 一定会错 所以你要怎么样 在前后 加上什么 双引号 因为密的函数切出来的 一定是文字 OK 所以你特别注意哦 后面一定要给什么 前后双引号 如果你没给双引号的话 结果一定会是错的 那如果说是一的话 假设是一 那我就男 反之就是女 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你如果是二的话 当然就是 这个就女 所以这个逻辑 你可以自己再变动 OK 之前有同学 就是这个没改 那当然你 全部都会是女 因为他会抓不到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向下填满 就OK了 OK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另外还有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 其实 如果说你将来 就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我工作里面 因为我的来源资料 它就是一个数字了 那我不能改后面 那怎么办 我改前面可以吗 那可是问题 前面是一个文字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它变成数字 特别注意哦 其实在那个函数里面哦 就会有一个函数 它就是可以怎么样 把你文字 转换成为数字 那哪一个呢 其实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 其实没事哦 你可以插入函数 可以把那个文字里面的 这些 稍微看一下 底下都有相关说明 但是它是 它位于在哪一个 其实如果你一直看一看 你会发现 它刚好在最下面 对 这个value 其实它有没有讲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有没有 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如果说你要达到 刚刚好 如果说 就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不能改前面 那不能改后面 那怎么办呢 那我可以 假设这样子 那我就是在这个的公式外面 再包一个value就可以 那包的方式 这个自己打好比较快 所以你就知道有这个value 你就打一个value 然后前刮符 再一个后刮符 后刮符记得是在这里 后刮符 表示说我把它切完之后的东西 本来是那个文字的1 用value 帮我转换成数字的1 再跟后面这个1比对之后 诶 才会match 不然的话呢 就不会match 所以这边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当然结果也会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呢 我们只是借由 就是说value帮我转换 OK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顺便提一下 其他 我想切字串 后面的练习 这个我想自己看得懂 就是从开始 就是从第一个字 切四个字 然后呢 从第八个字 切五个字 这我想自己再练习过 right的话是切后面 last的话呢 是切前面 OK 那不过这边有一个比较稍微困难一点的题目 就是 这边是他的名字 这边他的性别 那你要在这个称呼上面 有没有 那你就要叫吴先生 底下有张小姐 可是问题 这个当然难度会稍微高一点 它是两个 也是两个函数 所做出来 把它串接在一起 所以第一个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先用什么呢 操环数里面 用文字里面的laps laps先去抓什么 抓他的性 所以抓这个里面的一个字 对不对 但是后面没有称位 怎么办 后面呢 再用and 串接 那个先生或小姐 由谁决定 由这个性别 所以我需要再怎么样 在后面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个 是从这边插入 后面的 如果你要再加其他的函数 请你从前面这个小箭头 OK 如果你再点一下 他会把它盖过去 OK 所以插入什么呢 有没有发现 if if什么呢 如果这个里面的是什么呢 等于男生的话 那我就给先生 反之呢 就给小姐 所以这边的话 如果是男 那我就这边底下 就输出那个 先生 也是这边 因为他会自动加 前或双一号 所以我就没有加 小姐 在以身有里面的函数 大部分都会离开 会自动帮你加双一号 不过有一些函数不会 OK 然后按确定 好 有没有向下填满 有没有 自动加上去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想应该 这工作里面还蛮常用到 所以是比较简单的应用 那答案的话 因为刚刚同学好像有点找不太到了 其实你可以从哪边找 要不就是你的讲义里面有 讲义就有了 你往后翻应该都有 要不呢 你就从哪边呢 云端上面呢 我有放讲义 云端讲义里面 也会有 所以你可以在云端讲义 这边我把它打开 其实它是一个PDF档 如果你需要PDF档里面都有 你就往下找 答案应该就在这里了 有没有 MID函数 刚刚这个 这个这个 有没有 刚刚有讲到的 找一下 吴先生 有没有 张女士 我是用女士 或者是说你第二个可以从哪边找呢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的云端白板 里面的第一个 这边就 反正 我只要有一个范例题 就会对应一个云端白板的档案 里面就是 所有的解答都在里面了 反正你需要的画面 你就把它点开来 它所有东西啦 不过这个版本会比讲义来的新一点点 因为后面有一些新的 我把它更新过 所以后面还有一个综合练习题 总共会有四种解答 那我会把它放在这里 所以各位稍微找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因为今天第一周 所以有一些 可能操作各位不太熟的 像云端 所以建议各位 有时间的话 就多稍微操作一下云端 因为我所有的东西 都放在云端上面 另外第二个 我是建议就是 你那个浏览器的使用 也许建议是用Google浏览器 就Chrome 那个会比较没有问题 比较没有相容性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用IE 之前有同学 那个IE的版本太旧 会有可能会下载 或者是看云端白板的资料 会有一些不相容的问题发生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个刚刚的这个练习题 那练习完之后 再来看那个综合练习 我先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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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试试看